疫情發燒當下假訊息也越來越多 提醒大家沒有經過官方證實的訊息 不要輕易轉傳 民進黨籍的彰化縣議員王國中 他在各大群組 傳了工業區有人確診的消息 被檢調約談 現在移送到彰化地檢署來偵辦 另外在台中地區也有個男子 說是出自於好意 在網路上發布 每個人可以領疫情援助金1萬元 一樣也被送辦 最重要吃3年的牢飯 病科罰金300萬元 民進黨籍彰化縣議員王國中 在各大群組傳了訊息 說工業區公司有人確診 即使有人跳出來強調別違言聳聽 但王國中不聽勸繼續傳 任何異群相關資訊 必須以指揮中心公布為主 這個確診個案 目前指揮中心或是彰化縣政府 都還沒公布 王國中的行為已經違法 被調查局約談 但王國中的行為 連自家議員都不挺 如果真的有確診 也是要有中央單位來發布 尤其是身為一個民意代表 不能道聽途說 就來發表這一些訊息 另外在台中 有民眾傳疫情假消息 被警方逮到 臉書上大大的寫下 疫情關係 每人補助疫情援助金 新台幣一萬元 還特別標註 我領教到了你呢 經過警方確認 就是假訊息 台中警方網路巡邏發現 從十八號開始 網路上出現這篇 有一萬元疫情援助金的假消息 追查鎖定發文者 是住在東區四十一歲的 臨性男子 他說是出於好意才發文 但這樣的行為 最終可能會被判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是三百萬元的罰款 也是朋友傳給他之後 他沒有經過查證 就轉傳在他的臉書上 疫情期間謠言四起 提醒民眾 千萬別轉傳不實訊息 以免挨罰 華人宣傳 謝謝 中央小月 綜合報導